柯文哲曾經說過我生平最討厭三樣東西 蚊子 蟑螂 國民黨 我更痛恨民進黨 今天實在是心情很不好 我當然不喜歡國民黨 但是老實講我也蠻難過的 我從來都沒有想到民進黨 怎麼會在墮落得這麼快 但是我跟你講你換信好了 國民黨我會盯著他 沒有人盯著他他一樣貪污不敗 柯文哲曾經說過我生平最討厭三樣東西 蚊子 蟑螂 國民黨 如今卻宣布 好 我們趕快把問題問完 我們讓大家都有提問的時間 如今卻宣布與國民黨合作 請問是國民黨變了 還是你變了 來 來 來 我跟你講喔 我這一條有答案 我更痛恨民進黨 我跟你講喔 其實我跟你講今天實在是心情很不好 我跟你講台灣還是有大概明天拜登跟習近平要見面 我猜啦不用猜我知道當中最關鍵的題目就是台灣問題 我跟你講台灣是世界上評估發生戰爭最可能的地方 結果烏克蘭跟以色列被認為不是最嚴重的地方已經先發生了 我要跟大家講台灣不是不可能發生戰爭 它是有風險的 我當然很討厭國民黨 蚊子蟑螂國民黨沒有錯 然後咧 我跟你講我以前當醫生 我更討厭的病人我都要跟他開刀 有沒有問題 好 因為我們沒有追問的環節 所以我們就 我允許他追問 我跟你講是這樣啦 我作為一個惡霸家族我當然不喜歡國民黨 但是老實講我也蠻難過的 我從來都沒有想到民進黨怎麼會在墮落的這麼快 但是我跟你講你換信好了 國民黨我會盯著他 沒有人盯著他他一樣貪污腐敗 理論上價格就兩條線 就是需要跟公有 那如果我們在市面上 我在演講 沒有辦法 請來賓把你的電子產品調成進入或者是震動 我跟你講我更好笑 以前我在台大上課 上到一半也是電話來 我說你是誰 他說他是記者 我說你找我什麼事 他說沒有事 我只是保持聯動而已 青年就創業的問題 那目前呢 這個狀況是台灣的公司長不到人 年輕人也長不到滿意的工作 那請問要如何在政策上精進 讓許多的年輕人學有所用 畢業級就業 這是我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請問你對於想創業的青年朋友們 可以有怎麼樣的具體作為 讓他們可以圓夢呢 第一個齁 虛有所用的問題 對於教育體系 旁邊有一個新的概念 叫人才 什麼意思你知道 他幼稚園畢業 進入這個公醫物教育 小學國中 他到高中有多少人要進高中 多少人進高職 他進高中有多少需要念大學 到大學有多少要進那個研究所 每一個官都開始有分流 我都分流 甚至到我們念研究所 有哪些是要到國外的研究所 有哪些念國內 整個一個人齁 成長齁 他的教育過程 他是個流動 有一直分岔路 其實最重要齁 要控制那個分岔路 坦白講齁 我們技職教育 一定要解決 不可以讓太多人進念那個沒有用那個大學 我老實講 乾脆就給他念技職學校 意思 我剛才講說人才流 那個流動 一開始國家就要控制 你不可以 老實講像那個醫學系 我就覺得這個人數要控制 我非常反對齁 現在醫學系人數也太多 算一算都知道這個 因為WHO 每一千個人才一個醫生 我們現在算一算 我們以後會多少一個醫生 還有一點 常常不要自己發 什麼意思你知道 美國齁 跟台灣在醫學上 有哪個地方不一樣 美國有那個MP跟PA MP叫Nursing Specialist PA叫Position Assistant 我在台灣都還當過醫生 你知道 我們是主治醫師做住院醫師的工作 住院醫師做實習醫生的工作 實習醫生做歐巴桑的工作 我看到那個 那個 推那個超音波 你知道嗎 叫住院醫師去推超音波來 你知道我們台超音波好幾個病房共用 這種事是叫住院醫師做的嗎 叫那個 歐巴桑做就好 那個打針什麼 到底講 一定要用住院醫師做 那個訓練 那個很會打針的 那個專科副理師比你還會打 所以是這樣 我們為什麼會學會所用 剛才不是講過了嗎 我們要訓練社會上需要的 不是訓練老師會教的 整個教育系統的人才 我覺得目前是完全失控 也沒有在管理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有需要 像是這樣 我們現在台積電需要這麼多人才 那你那個要更加 不然你就真的要開放國外的健康 該開放的該開放 還有一點 該收的要收 為什麼年輕人會學會所用 就是 教的就不是社會上需要 那個畢業級就業的問題 為什麼台大醫學院沒有畢業就失業的問題 他從大四就已經在每個地方在實習 他畢業的時候他已經很清楚他去 所以後來我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們有七家公立技職學校 我就下令 他去跟那個企業簽合約 企業進學校 山陽機車 日立都去設專案教師 他自己派老師 他自己用實習器來全部他供應 然後就 學生就盡量開始很暑假 甚至上去打工 他一開始這樣摸摸摸 他就很清楚 他畢業大家下去 所以要讓 這個一定要讓企業跟學校 也有效的結合 其實如果從來變 我應該要求大學 在大一大五 學生 暑假大家都已經去公司再實習 要讓大企業進入大學 因為大學不是我管 所以我那時候只能做到 大企業進台北市的公立高 都要做到 但是其實應該 如果以國家的角度來講 應該是企業要進入學校 開始設那個實習的program 或是叫專案教師 我跟你講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今天最大問題就是 這個都很簡單 為什麼沒有人在做 我也覺得很奇怪 你有沒有建議嗎 你有沒有建議嗎 我不敢有建議 我怕我變成新聞焦點 這也是我們國家最大問題 這個都很簡單 這樣做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行 奇怪 我都無法理解 這是我一直無法理解的問題